单出公众视野十九的高圆圆,最近在镜头前回归了,拍了一个短小精致的纪录片,剪着短发,穿着一身水蓝色裙子出镜,纪录片的名字叫我,三十九,信息量比较大,高圆圆首次回应了不生孩子的事。 第二,穿着三年前去看女妈,贾定文,的那边蓝色衬衣裙,在自己家里对着节目镜头,聊了聊所有人都不能避免的爱情,失业与衰老,来目睹一下女神的侧颜杀。 在纪录片中,高圆圆很坦诚的讲了,自从和赵又廷结婚之后,碰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去生小孩,这好像是她第一个错。 主要和自己被大众定义的形象有关,之前有人访问赵又廷,什么时候两个人要小孩啊? 赵又廷表示一直都在计划呀,但就是顺其自然的计划,当时记者就说,你所谓的顺其自然,就是没有办法的意思。 结果把赵又廷给了生气,大声说了一句,你怎么知道,她在纪录片中回应说,自己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她是个公众人物,又嫁了人,所以确实如她所说,就是对她有一种女性的期许和期待,但高圆圆并没有说自己不生小孩。 她其实是在世界接受,她说以前是害怕变化,现在是期待,我们都说高圆圆是女神,但她觉得自己就是平庸的普通人。 她说,真正的梦想,真正的勇气,是任性生活后,还敢继续生活,并非表演课班出身,还在上高中的她,在王府警逛街时被广告公司发掘,拍摄了自己的第一条广告,并出演自己的第一部电影《爱情麻辣烫》,随后的几年间,她拍摄了大量广告,成为了广告圈中的居民模特。 2000年在奥运会期间,引起轰动的广告,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? 那个青春,俏皮的亲嘴女孩便是高圆圆,她以亲嘴女孩的形象撩拨了当年宅男们的烧女心,此后又出演了17岁的单车。 据高圆圆说,当时见王小帅,她并没有带着表演的情绪,因为我本来也不是学艺术表演的,但第一次见她, 正好刚她进大学,那种状态刚好符合王小帅17岁的单车的要求。 在开往春天的地鞋中,高圆圆和《轮花龙》那男孩的萌芽爱情潜入骨髓,成功塑造了21世纪第一女文星的美好形象。 2003年,高圆圆在《以前屠龙记》里,演了幼幻又美帝周芷若。 她扮演的周芷若被誉为最经典的角色之一,让人喜欢得不得了。 在与王小帅导演合作17岁的单车后,两人又再度接受青红,高圆圆出演了一个实在塑造的悲剧角色,成功入围《嘎纳电影节》最佳女主角。 在《嘎纳电影节》上大放一彩,的笑话蛋糕人员,在接受采访时兴奋,而不小心说漏嘴,自暴与张亚东恋爱五年,并称想和对方结婚生子。 我觉得两个人要优效结婚,的愿貌才能在一起。 当所有人祝福这对才子家园时,两个月后媒体曝光了张亚东,辞许境内亲密逛街帐,连东烈遭情变。 但是,却有记者拍到两人半夜同框,高圆圆也急需回应。 你们以后也许还会拍到我们,我们两人要做一辈子的朋友,但只会保持朋友的关系,绝对不会再复合。 恢复单身不久的高圆圆,阳光灿烂的夏宇和做出演话剧电影,随后一组高圆圆连续两晚耶素夏宇家的偷拍照片在网上被曝光,对此夏宇保持沉默, 而形象一下清纯的他直言我绝不是第三者,没什么可以说的,事情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,那野蛮逃娱乐的压力。 于是第三者,狐狸精的男轻骂名就加压在他的身上,又被爆出在感叹号,感叹号,剧组为陆川喝酒味到了床上,还惨被陆川的女友秦兰抓接在床。 这则消息一出,陆川斩钉截铁地表示,这纯粹是子虚乌有,我找高圆圆来演这部戏没有任何内幕,完全是他合适这个角色。 南京,南京花费了我好几年的心血,我绝不会拿他当儿戏,更不会拿这部影片去讨梦个女人的化心。 面对电影,我基本上是六亲不认,说这种话的人太不了解我了。 2012年,高圆圆成为大凌晨女郎,出演搜索中的女主叶兰秋,这部片子出了深度开发了圆圆拍沙龙照的技能,还让他收获了生命中的小男人,赵又婷。 据说,两人恋爱人与赵又婷送了高圆圆一本书,书名兔子什么都知道,讲的是两只兔子的故事,文情又有哲理。 之后两人便将兔子作为定情信物,无论是婚礼还是生讯会,都以兔子为主旗。 婚礼时,赵又婷也是情话满满,取了一世的承诺,会把圆圆跟我们的家,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。 而高圆圆也回应道,有爱在的地方就是家,婚后的高圆圆就开始慢慢淡出观众的事业了,一直在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。 他很坦诚的讲道,三十几年以来,几乎是第一次才拥有自己的家,第一次为自己的家买一张桌子,一张沙发,阿美希望女神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,早点实现你的期许。